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我自己做主了 八百块钱 八百 你一百块钱抵出的东西 你花了八百块钱赎回来 韩刚 你这事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我也是这几天才发现这桌子的 当年我妈是为了我才卖了它 你说我现在有能力了 能不把它赎回来 这我理解 我没说不让你赎回来 那你事前 为什么不能跟我商量一下呢 你也答应了 马园要买一个随身厅 你也知道马园 他现在在学英语 而且要出国去留学 这是着急的事 对他很重要 你说你妈这个桌子 咱们什么时候赎不一样啊 玛丽 咱们家钱不都在你那儿吗 你想买什么买什么呗 就咱家那点钱 我存的全是死期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是不能动的 玛丽 我就是这一回 为了让老太太高兴高兴 我忘跟你商量了 你是真的忘了吗 行 那好 我这个月我买点什么 你再买点什么 你说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钢子 要不把那个镯子退回去吧 反正我也不带 熟都熟回来了 怎么退啊 退回去 听话啊 妈 你别管了 韩刚 我发现你生了 信贷部的经理之后 你变了是不是 说话的口气 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马园就要一个随身听 你都这么不愿意 你以后还会把我马家人 放在眼里吗 玛丽 你车哪儿去了 本来挺简单一个事 我就是为了让老太太高兴 你看你越说越复杂了 我现在算是清楚了 谁在你心目中最重要 玛丽啊 玛丽啊 不不生气啊 别生气 我马上就让她 把她退回去 退了她不得吃了我 玛丽 没死 钢子 快点 把她退回去 快点 不退 再来啊 再来啊 来一点 来一点 十块钱 十块钱 两件十块吧 两件 一件十块 两件二十 钱钱好啊 别准备买 走坏路 不要错过啊 来看看正宗香港衣服啊 批发价了十块钱十块钱啊 先存在您这儿 存在 来 来 说好 等我再有闲的时候再来说 好 给您添麻烦了啊 谁啊 我回来了 马上吃饭啊 好 妈 其实您没必要退桌子 退就退了吧 那桌子你说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我就不知道这个买的呀 你弟弟喜欢不喜欢 人家服务员说这是今年新出的 待会儿你吃完饭给他送过去 妈 那我就替马院谢谢您了 不用 那我现在就过去吧 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那钢子也说不回来吃了 那行吧 您就自个儿吃吧 行 怎么样 好听吗 我问你怎么样 挺好啊 挺好吧 还不谢谢你姐 谢谢姐 跟我还客气 马云满意吗 喜欢 这点功能真全 你满意就好 马云 你去学习吧 好好好 快去吧 好 好了 你就别叹气了 叹气有什么用啊 这个韩刚也是 他怎么就不跟你商量一下就花了那么多钱呢 你婆婆也是 闹出这么一出 让人外人看着 好像是你不孝顺似的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我要不说 我说韩刚吧 下次他不定给他妈买什么东西回来呢 我要说吧 这事又显得怪身份呢 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我了解 他们懂事早 知道父母不容易 单番有点出息 首先想到的是回报父母 这韩刚他能例外吗 我现在可是深有体会 以前我们两个人过的时候吧 他什么都紧着我 现在可他好 永远把他妈妈放在第一位 对啊 我当初怎么跟你说来着 又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我听腻了啊 我走了 你这孩子 你还不爱听啊 我跟你说 吃亏的是你 妈 您自个儿唠叨吧 我走了啊 再见 孩子大了真是管不住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呢 我听老人言 冲美 你放心吧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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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等老板这钱不得给你 给 我想买几个那个 小T恤啊 对 给谭刚看看 确实拿不穿那小T恤应该挺丰烈的 嗯 你刚才卖那衣服 你到底是挣钱了 还是没挣钱了 我 我当然挣钱了 衣服我是少的 我跟你说 这衣服 我十块钱金 我卖给他十三 我涨三块 是吗 不信你看账本了 那这么说 我胡小英当初 没看走眼呗 那你看看 来来来 走过路 不要错过 来看一看 看一看了 这件不错 要单打啊 大嫂 怎么这么巧啊 这个摊是你们两个人的 对 这不下岗了吗 就是卖服装的 挺好的 这衣服还真挺好看的 我还说 要给你哥买几件T恤呢 这件衣服 你帮我多少钱啊 还有这件 不要钱了 大嫂 这都是自己家的摊 拿去穿 那哪行啊 越是自家的摊 越得给钱 你们做生意不容易 到底多少钱啊 大嫂 你不用客气 这当初要不是大哥 借我们的钱 我干墙还不能开这摊呢 你大哥 你大哥 回来了 韩刚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你什么事情都瞒着我 我瞒你什么了 你还装 韩枪那服装单算是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你借钱给他的 是我借的 是不是咱们家的钱 咱们家钱不都在你那儿吗 那你管谁借的 我跟老张借的 老张 你居然敢老张借钱 借了多少 你钱 你还真没少借 强子说了 只要一回本就把钱还给我 等到他回本 猴年马月 玛丽你听我跟你说 我不想听你说 你知不知道我刚才有多尴尬 我在那个服装摊里 小英和韩强那个感觉 好像什么都瞒着我好像我这个大嫂 不愿借他们钱 你知道吗 你现在弄的我里外不是人 玛丽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从来就不相信我 你对我一点喜马的信任都没有 我算什么要宰你们家 怎么了你们两个人 怎么回事啊 走 怎么回事啊 没事 妈你别管 你快去 快去追玛丽去 我不去 快去 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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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玛丽 玛丽你听我解释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当时强子找我 说有急用 我就从老张手里 串了一点钱过来 哎 我能不告诉你吗 做事 是啊 你告诉我了 我能不借给强子吗 这次我错了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我能故意让你尴尬吗 玛丽 你别生气了 安静啊 哎 四哥 哎这这蝙蝠山你要不要 蝙蝠山 这在广州卖的最火了 是吗 都不要不了这么多吗 我手里怎么能得留点流动资金啊 跟我合作 还要什么流动资金啊 你在我这包退包换 你上次没卖完的货 我是不是给你换了 这也换 换 这不得了 你心四哥的准没错 我包你发大财 出不了一年 保证成为万元妇 这 这 这样式还行啊 你到底要不要啊 有点太多了吧 得 算我没说 我丑话说前面 过这村可没这店了 你不要 有的是人要 是吧 咱哥俩这么关系啊 一个站好里奋斗出来的兄弟 对对对 有好货 我先紧着你 你不要 我才给别人呢 那行呗 那我拿着 四哥这么欠我拿着 就你这犹犹豫豫的 本来是发大财的命 这事儿 成小财的命了 得 自己办吧 行 四哥 这年头 能发财就不错了 管他大财小财的 四哥那个 我先装车 你算了多少钱啊 好的 我待会给你啊 哪里啊 嗯 妈 没事儿吧 嗯 没事儿妈 嗯 挺不舒服的 走 哦 没事儿 放心吧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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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没什么 对 你 不 请回答 你会记得 你会记得 还不记得 你会记得 媳妇 你看这衣服 这个蝙蝠衫穿着绝对好看 是不是 不过我现在我这身材 我穿浪费了吗 你现在穿不了 等你生完孩子再穿 肯定特别漂亮 你再选两家 这到时候卖了剩了弄你 你别说这衣服的样子 还真挺好看的 挺有眼光的 那是 韩强 这衣服怎么了 这怎么破了 你看这颜色 这都不圆呢 这你看这衣服不对 这都破了 这 这全是洞 怎么回事啊 怎么全是次品啊 这哪来的衣服呀 我还跟赵四驱骗了 怎么了 我让赵四驱骗了 我找到去 哎 快去啊 爸 你快去追他 快追他 大伙关了 你快去 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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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四你给我出来 赵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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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那个 我找这个赵四 他昨天就退房了 昨天 不可能我上午来进的货 怎么昨天退房了呢 是啊 他吓我呀 把他的货也全拉走了 我还给他缓了一天呢 一天 那你知不知道他去哪儿啊 我哪儿知道呀 他去哪儿跟我也没关系啊 你不是要捅我吗你 你不是捅我吗 你不是捅我吗 我是这儿的房东 知道了吧 你不是要在去哪儿了吗 你 走 干嘛呀我干点啊 走 你冷静点行不行 你冷静点行不行 爸我冷静不了 我叫人给骗了 不骗你这样的 骗你哪样的 人家就找你这样的骗 我可在这儿等他 他 他说我们是兄弟 他不能骗我呀 还兄弟 你还等他 你是真傻呀你 人家早就给你设计一个套 让你往里钻呢你 你是真傻假傻呀 谁傻了 你先走吧我在这儿等他 等 你等你可就是真是一个大傻蛋啊 你就 走 走 走 韩哥 你来看看 这个项目你做的吧 对 对 对不起啊 我搞错了 下次注意啊 喂 哦 任夫啊 我说你最近怎么回事啊 这工作总出错误 人家都反映到我这儿来了 你到底想不想好好干 对不起啊任夫 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啊 谁家里没事啊 就因为你家里那点破事 就不拿工作当回事 你太教了是吗 任夫 你太教了 你太教了 你不回家 跟这儿瞎溜达什么呢 你 你在干什么呢 你甭管我 我将人给骗了 谁这么大胆啊 赵四 要不说你也够倒霉的 这叫交友不慎 老天注定啊 你该找我这一劫 你该找我这一劫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我都不敢回家见小英 你最好还是别回去 就小英那脾气 我最了解她了 她能把你活吃喽 她还要吃 我还要吃人呢 我要看见赵四 我扒她鼻抽她 去去去去去 然而什么呀 真的 我真扒她鼻子 你跟我这儿就别吹了 我跟你说啊 眼前有一个挣钱的道 你干不干呢 挣 什么呀 你甭管啊 保证你能挣钱 干不干 挣钱 干呢 肯定干 怎么了 你不是要偷啊 你放心吧 就这厂子里的店板 放在什么地儿 我都挣扎清楚 只要咱今天能挣出一块 一日就能挣一百 我有下家 没问题 算算 我这才发不了 瞧瞧 你走什么呀 又不让你进去 你就在外里给我放母分 弟弟东西就行 那你 你将人抓着 我是不是也有责任啊 你乌鸦子咒我呢 不是 我得问清楚了 这得问清楚了 我要真是让你抓着 你就赶紧抛你的 你放心 打死我 我也不会把你给供出来 够意思了 打死你 你也不说是我 我跟你说实话 前两天啊 我来过一次 头位子 这里的路啊 我都熟悉了 只要今天咱哥俩 合作成功 以后这一片地儿 就是咱俩的 再有话我跟你说啊 小鹰马上就要生孩子了 你兜里的 不能一点钱没有啊 那我用不用也穿个这衣 你给我好好看上去行 看 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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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韩强怎么那么倒霉呢 这工作刚丢了 又让人给骗了 人这一辈子 什么事遇不上 什么事都可能遇上 关键是遇上事以后的态度 我的观点 就是要 遇到好事 不得意忘形 遇到坏事 不垂头丧气 想办法挺过去 那您说现在日子怎么过呀 本来想挣点钱吧 就让人给骗了 就还欠了那么多钱 这些事 现在你也别想 那是归我们想 你现在主要是要想的 你得舍宝贝 好不好 孩子 很强这人吧 就是太实在了 别人家说什么他都信 你说他怎么那么傻呢 你就先吃 咱不等他了 我等他 爸 我吃不下 再等会儿吧 我挺好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好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都不要 我去哪里 下来 下来 老大 别干嘛 快 别 不是 别走 长大 我什么都没干 你这 这 这本头墙 墙 墙回来了 我什么都没干 臭小子还知道回来 老海 老三 小英说话了吗 睡一会儿呢 我跟你说这事 你可千万不能让小英先知道 好 贾王和韩强让派出所给抓了 哦 啊 哎呦 这俩傻孩子合着火去投电来 让人给逮了 你们家韩强跟进玩 今儿肯定回不来了 你想想怎么跟你小英说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啊 你去派出 爸 爸 哎 醒了 啊 是不是韩强回来了 没有啊 我刚才有个邻居来借点东西 嗯 嗯 嗯 那韩强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肚子有点疼 厉害吗 闺女 就 一阵一阵的 爸 我 我是不是要生啊 闺女 咱们上个医院吧 强大 你看今儿的事 你要不打我两句 出出去了 你 你还真大呀你 我和我杀了你 不是 我这不也是为你能多挣点钱吗 得了吧你 你这不害我吗 你还说这 你还说的吗 你从来回处干什么的 我笑你 警察同志 你给我多挡 警察同志 你放了我吧 我媳妇快生了 我媳妇真快生了 不信你问她 不是 是是是 她媳妇马上就生了 你知道你媳妇要生孩子了 还去做贼 警察同志 是不是这样 我 我从那走过去 然后我看见她了 她说你站点就行 结果我又成放风的了 我真是第一次干 警察同志 我们真是第一次干 您就放了我们吧 以后我们再也不干了 警察同志 求你了 爸 你快一点 爸 你快一点 我不agen 我不是他们家的 онь方 他丈夫怎么没来 没来 现在产妇难产 需要家属签字 能做得了主吗 能 能做主 那能在这里签字好吗 谁在哪 哪 谁 哪 见于你们两个的认罪态度比较好 有偷窃未遂 现在呢 对你们两个宽大处理 拘留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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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媳妇就生了警察同志 半个月我们单位非得过开了 你们两个想怎么着 半个月已经是很轻的了 警察从这儿 谁让你进来的 你有什么事吗 不 请问胡佳旺在这儿呢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爸 对不起 犯人在拘留期间 家属不可以探望 拘留 对 那得拘多长时间啊 半个月 您想回吧 你说这咋办呢这 孩子大人都平安 谢谢了 恭喜 来 女孩 是个女孩 女孩生了 太好了 我听声音去 谢谢 小英 太好了 是个女孩 还说那个墙子呢 爸 韩强来了吗 快到了 爸 你骗我 韩强他是不是出事了 他来不了了 你看你想哪儿去了 这孩子应该受大罪了 咱们回病房吧 老妹 回病房 好好好 回病房 好 走走走 小英 别多想了啊 快快快 牛虎 我说胡老三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马叔叔 你必须得帮帮忙 你要不帮忙 我就活不了了我 胡老三 你这大早上干什么呢这是 啊 你要不答应我 我就不让你走 行行行 行了 你别 这街坊听见他 我们家家王他给刷了 什么 叔 就歇会儿吧 没事 谢谢你啊 闺女 叔叔 强子的事您也别太担心了啊 我 没人跟你说了 家王和强子是在一块儿的 他们俩在一块儿 他们俩在一块儿 这家王 这家王 他就不是头一次了他 他 不 你看看 你下边要不要去看他一眼啊 算了吧 我不去了 您这儿就一个人 再说了也不方便 那天亮了我给你阿姨 打电话让她过来 你放心 这儿没问题 我觉得你还是去看他一眼吧 那行 那我去看看啊 喂 小人生了 哪会儿女孩啊 女孩儿 女孩儿挺好的 女孩儿啊 生女孩儿啊 生女孩儿啊 快问小英和孩子怎么样 小英和孩子怎么样 小英和孩子都挺好的 就是韩强 我跟你说啊 韩强犯事给抓了 这个事啊 我回头跟你细说 你现在啊 先把你妈送过来 帮着照顾照顾小英 嗯 我知道了 怎么了 哦 没事 妈 赶紧去医院 咱们去看看小英 快去啊 好 我看看 快点吧 哎 哎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强子被抓艾尔索了 啊 她干什么了 喂 我在这儿 具体情况我还不知道 喂 咱妈啊 得去医院照顾小英吧 行啊 让你妈去吧 那你也过去看看 到底出什么事了 快快换衣服 快 哎 看吧 看吧 怎么样了 来了啊 哎 怎么样了 小英和那个孩子都很好的 是吧 孩子特别健康 是吗 那个小 这强子没在 那事没给你嘛 是吧 我没来机说呢 什么事啊 妈呀 我跟你说一声吧 那个 别着急啊 强子被抓起来了 抓哪儿去了 抓牌尔索了 她给家旺 顺人家的 就是偷人家东西 然后经常给抓了 她怎么又跟家旺 搅到一块儿去了呀 你说的是 也没多大事啊 刚子 那得想想办法呀 把你弟弟弄出来 连孩子都没见着呢 妈 你别着急啊 不想她了 现在不想她了 咱还是看看小英和孩子去 走走走 小英知道了吗 小英知道了吗 知道了 先就看看小英和孩子 走 走 走 别想她了啊 小英啊 妈 小英啊 快来了 孩子 你好了吗 妈 孩子 真是受苦了 不苦啊 你现在还是在月子里边呢 哭眼睛就该哭坏了 小英 别着急啊 我这就去看墙了 大哥 求你了 你想想办法让韩强出来 你说这孩子多可怜呢 他生出来 人的爸还没见着呢 放心吧 我先走去 小英 没有过不去的事啊 别再难受了 你这种时候不能伤心 孩子呢 孩子呢 一二十 我们去看看孩子 来 我们去看看妈妈 别难受 难受吗 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 你看 看来今天心情不错呀 还行吧 怎么了 说给我听听 让我也高兴高兴 韩强她媳妇生了 她生了你痴疑那么高兴 你知道吗 韩强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竟派出所了 所以我婆婆现在去医院 照顾大人和孩子了 这回你可亲近了 是啊 怎么着也能亲近一个月了 你想想看啊 我太太肯定伺候完月子才回来啊 要我说啊 你们俩不是出不到一块吗 索性承这一次机会啊 你就别让她回来了 哥 你可来了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哥 你听我解释 那天往这家路上我看见胡家忘了 她没告诉我干什么 她就叫我 行行行行 你别说了 我都知道了 我给你说个事 小英生了 生了 不是没到预产期吗 怎么提前生了 被你气的呗 那个 男孩还是女孩啊 女孩啊 好 哥 小英怎么样 挺好吗 哥 哥 您得帮帮我 你找找人 你爸我那么不去拍哥 强哥 你还不了解哥 哥 哥哪有这种关系啊 哥 我求你了 我想出去看看小英 还有我那闺女 你找找人呗 行行行 我想请办法 哥 我全指望你了哥 我得着 老杨 韩经理 你怎么搭搭光县到我这儿呢 我 我找一个朋友 谁呀 我一朋友 哦 有事说话 行 有什么事我会找你的 行 我来个会 我先走了 嗯 这是爸让我给你带的 东北 你就别生我的气了 我知道 你对我特别地失望 我已经想到了 所以也没什么失望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 瞧吧 你说你做了也就做了 你干嘛把墙子也卷进来呀